歡迎大家 我們認識其實是我媽媽介紹的 我媽媽是我們的媒人 為什麼妳媽會認識她 因為那時候我姐姐也在拍戲 對 然後就同台嘛 然後我媽媽就覺得說 她私底下她愛看那些哲學的書 然後她又學舞蹈的 感覺跟她的二女兒好像 興趣很雷同 所以就我媽媽就覺得說 我們可以認識一下 可是她以前很壞人耶 妳媽不會覺得她是 現在也很壞人 不然妳担壞人 很多人都問我說 婷哥妳幹嘛演壞人 我說我靠演壞人養小孩喔 沒有 婷哥妳是演壞人很壞 但妳看妳現在這一檔 超好笑的 第一段出來收視率保證 對啊 可是我覺得我是被騙了 愛有錢有 妳被騙 對 被騙了 就是因為那時候就欣賞 欣賞婷哥就覺得 好像很穩重 顧家這樣子 我說為什麼欣賞事成 因為她學生時代 就很喜歡看星海羅牌 對 對 對 她跟我講 妳不是葉教授嗎 妳們兩個都很特別 她就發了個運說 有一天我要找一個像葉教授 結果她就找到葉教授 結果她找到陳教授 妳原本要找的是 洪朱拉斯的 以前她男朋友都很寵她嘛 要嘛懷石料理 要嘛幹嘛 跟我摘起我又不吃肉 對 妳吃素啊 她能跟著我吃素在水果 妳要客訴一下 我們兩個到現在 結婚這麼久了 從交往到結婚 看電影的那個次數 十跟手指頭算不完 結婚十六年耶 對 妳一出一年 妳也十出 沒有十跟才算不完 沒有 我要申訴一下 我要主張 我每次帶她去 都說要看電影 一進去 50分鐘就 所以整個交往過程當中 其實百分之七十是老師對學生 百分之二十是爸爸對女兒 只有那麼一點點十分 才是有那種冒出來說 情人 情人的那種狀態 那妳晚上睡覺的時候 她會教妳嗎 我跟妳說 嘴巴過來一點 或什麼之類的 會變這樣喔 不會 那應該是很自然的 動物性的狀態 你知道嗎 在床上就沒有老師 就沒有爸爸 對 那個是不用教也不用講道理的 對 渾然天成的 那我記得是2月7號要結婚嗎 對不對 2月6號她是想跑 她是2月7號她才回神之後 還是結婚跑 結婚的前一天 我就一直跟她吵 我是從來不跟她吵 對 我就一直挑她毛病 挑她毛病 我在想 天啊我就這樣就進去了嗎 死定了 我的人生就這樣了嗎 我一直在 開始回溯過去的那種 不愉快的經驗 跟女生在一起 那雖然她給我很安全 然後呢很乖 讓我沒有後顧之憂 但是 我就一直挑她毛病 結果你知道 真的她 踢了那靈門一腳 她只是結婚只會說 不行 我爺爺已經90幾歲 她從南部來 我如果沒有結婚她怎麼辦 我捨不得她難過 老娘跟你拼了 我們結了 對 我看她這麼篤定 我又說 那好吧 好在有結這個婚 要不然我不知道說 你走進家庭可以這麼幸福 有的時候我覺得女人也要發揮 讓她知道說 我跟你講我就是你的幸福 而且這個婚我要定了 這時候你就會讓男人會覺得 天啊我真的沒有什麼後顧之憂 我到底在辭义什麼 女人就是有時候要有一個霸氣 跟魄力告訴男人講說 我跟你講我就是那個天命真 有有有 我覺得這個很需要耶 智希每天都要灌輸這種觀念 什麼觀念 就是我就是你 她都說你是我的天 但我就是你的真命天女 是啊 我們兩個都用洗得差不多 對 你的主意喔 下一步 下一步 她要洗一洗喔 我從拍戲之後 她這麼一講說 我錢都在她那裡 我到底一年賺多少錢 我都不知道 你不要碰到這種事喔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要分清楚 我跟你講這方面 我那個錢喔 我是想不管都不行 因為智希是完全沒有理財觀念的 她那個大男人是在於我的 如果我有情緒的問題 像女孩子或者是女人 有時候都會有情緒的問題啊 都會想要男生給你哄一下啊 哄哭啊 對啊或者是 骰太一下也不錯啊 有沒有開始講道理 沒有 不是喔 她根本就不理你 不理你啊 完全能處理 對 平哥理性到什麼程度 以前我們還有斜槓 就是做那個早餐店 對 然後呢那個早餐店其實很辛苦 你早上四點半 四點就要起床 然後要訂到晚上 那其實我很想要找一個 合理化的理由可以休息 剛好有一天我真的發燒了 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 你知道嗎 然後外面有點颱風要來 然後 終於發燒 然後就是好像凌晨拍完八點檔回來吧 大概四點多起來 看我在那個沙發上懶懶的 然後他就問我怎麼了 我說老公我發燒了 然後他只問了我說 那你還可以站起來嗎 我說你站得起來嗎 對 我說那你走出去會昏倒嗎 對 他說不會 我說相信我 你走出這個大門你就贏了 好難喔 真的喔 真的喔 真的耶 他本來是希望他會說 沒關係老婆那你這麼辛苦 那你就今天休息一下 反正我們一天不做生意也不會 會怎麼樣 因為當初結婚前我就問他說 你到底要當家庭主婦 還是你要做事業 他要做事業 我說那是一個責任喔 那你 我的腦袋想 你今天這樣沒去 一堆人在那等著吃早餐跑 怎麼辦 對 我說走出去你就贏 你知道 鼎哥他真的是 你知道我們兩個拍 那時候拍戲一起拍戲 其實他算是我的貴人 他真的幫助我非常多 有一次他看到我臉很臭 他就是那種 哼哼在旁邊笑我心笑 你這個人很變態 他心情這麼不好 然後你在那邊好像在看笑話 我先講原因 他是覺得你中了什麼陰 所以你今天會得到什麼貨 那我以前是一個 會喜歡覺得開一點小黃腔 會有很多節目效果 或者在大家吃飯的時候 會有很多 對 我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大家都因為我很開心 結果那天是因為 導演要拍一個特寫 剛好在桌面上 然後我剛好站在桌子這裡 剛好就在這個位置 然後他們說 那個鏡頭對著可莉姐 這邊下面這邊 然後那個燈光說 好對準可莉姐的下體 就有點不舒服 然後我就出去以後就名湊草 我就跟他講 他就說 你以前很愛講 人家現在怎麼跟我跟你一樣而已 我心裡想說 對 當可莉姐在開人家玩笑 他沒感覺 當人家開到他身上的時候 他會覺得不舒服 可是人家只是禮貌上跟他應對 所以你知道 可是你雖然被他氣到 覺得說 人家心情都不好 你還在旁邊笑 可是他講的話都會點到你 就是他常常就是如果我們吵架 他說老婆 你看因為他知道我很愛漂亮 然後老婆你看看 你趕快去照鏡子 你看看 你趕快去照鏡子 你看你現在長得什麼樣子 你知道我就停了 你知道嗎 他全校第二名畢業的 他就是 他會對小愛的期許 對 一板一眼 我說我從來沒有畢業 我大專保送連照 最高分國文26分 我說 你看你全校第二名 還不是嫁給26的 我說我們還是活得很好 你書讀那麼多 有什麼用 最後還不是被一個 愛想大道理的騙去 對 我說放輕鬆一點 因為連他帶小孩子 女兒五歲去看牙醫 那是學心理學的一個醫師 就把他教學說 這個媽媽我告訴你 你不要焦慮 你不要緊張 你的焦慮會 影響小孩 影響你的小孩焦慮 有時候我真的氣不過 我跟你講 如果你當初是我媽 你早就從樓上跳下來 你還剩下公車評 我來告訴你 叫我去照顧 我叫你去照顧 你怎麼不去照顧 你看 他就會乖乖的聽你的 我跟你講 我不拍戲 比拍戲還累 你知道嗎 我回去要晾衣服 要打小孩 要洗碗 我就很怕他太累 太累 他就什麼性質都沒了 很多人都嫌 為什麼別人家老婆特別漂亮 我都跟那個男人講說 因為你服務你老婆的不夠多 我說兩性在一起是 價值交換 有價值的交換 我說 你要老婆賠稅 你願意提供什麼 不是錢而已 你要回去做牛做馬 要不然怎麼可能這麼漂亮 性這種東西 有時候是需要一點新鮮感的 畢竟有這麼久了 再來男人本來就是 男人很像探測自然女的 對 看到對象他就 對 那女人不一樣 女人性像水 其實你要去燒開它 對 要前戲啊 什麼有的沒有 或者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你才能讓這個 燒起來 你知道嗎 燒了泡茶葉 茶葉才會開 有些女人已經夠燒了 我們不用去燒 我媽媽千年離開 變天使離開 我沒有一次有婆媳問題 沒有一次 我媽媽每次提醒我都說 哎呀 陳婷 你時間到了 你要帶你媽出去走走走 為什麼 每次我跟她出門 她就帶著我媽 我們的約會永遠我媽 你看到我們在直播喝下午茶 我媽就坐在鏡頭 後面在那聽 在那喝 那我們講話一關機 然後我媽就說 我好喜歡聽你們講話 好感動 那我們兩個最享受的就是 沒事的時候 一起出去辦事情 因為開車 你關在那個車子裡頭 就一直聊 很多夫妻會覺得說 我們兩個都已經坦誠相限了 誰乳交融 還有誰比我了解你 沒有 因為他們不交談 對 我們花大量時間交談 我們最怕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一個人開口講 他就講說 不要講了 不要講了 半夜了 半夜了 所以我們 對 對 對 而且他非常貼心 每天晚上睡覺 他跟我講 老公謝謝你 我說為什麼 他要謝謝你照顧我 每天的到現在 好感動 真的 我們有一個slogan 就放閃一下 我們講說 我們是朋友 我們是情侶 我們是事業夥伴 我們是夫妻 更是心靈伴侶 讀同樣書說同樣話 做同樣事 一起勾勒幸福藍圖 竹夢踏實 那是真的 那是一個 生活上的享受 我常常跟他講說 我人生從來不知道 走到這個年紀 我這麼幸福 尤其那兩個小孩出生之後 帶給我很多的困擾 因為沒當過爸爸 我又要學 他又焦慮 我又要介入 但當你一直深入的時候 你會發現 人生怎麼可以這麼幸福 我跟智希 其實跟婷哥他們滿像 很像喔 我真的覺得 是不是因為射手做的關係 配性 很可怕 很可怕 真的很可怕 因為智希也是對我媽媽 我媽媽也當天使人 在我媽在世的時候 她那幾年 我只要回高雄 你知道我都是在床上 就是睡到自然醒的 我早上醒來的時候 我發現智希不在旁邊 我說他們去哪裡了 我出去看 我媽也不在房間 他們兩個手牽著手去吃早餐 好棒喔 但因為男生兒子就有一個缺點 跟媽媽就不會那麼的撒嬌 尤其越大越不會撒嬌 我就不會跟我媽撒嬌 有一個智希 我媽好開心 對 動不動就說妳有要帶智希回 她不會問我要不要回高雄 妳有要帶智希回高雄嗎 好 然後 我真的是可以跟我婆婆就是 她煮飯 我不太會煮 可是我會洗菜陪聊 然後我可以跟我婆婆 一起躺在床上 一直聊天的 這很難的 我跟你講我就是有一次拍戲 很忙回家 我就看到我老婆怎麼不見 我媽也不在 我就看她跟我媽 躺在我媽旁邊在滾著跟她聊天 妳知道嗎 我也是後來跟她學的 她跟我爸爸媽媽擁抱 後來我在想 對 我要跟她一樣 我趕快擁抱我爸媽 後來連她爸媽來 我是擁抱她爸媽 我都跟她學的 其實這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 很多人會夾在那種婆媳之間 然後就會有很多問題 很辛苦 所以真的是把對方的媽媽 當自己的媽媽這樣看待 對 真的很大 你知道我們每天在靜心冥想 我們就一直設定好 有一天變光的時候 要在天堂相遇 現在 對 去不賠 我們現在每個禮拜一禮拜二 都去禪修 我們就是確定說 很穩定的時候 有一天可以相遇 路上來跟我講 我放了一首英文歌 因為我每次出門約會 都會放那首英文歌 她跟我講說 如果有一天妳先走了 她說 我有沒有辦法再放著這首歌 妳旁邊沒有人 然後一路開 她說她沒有 不一定 好感動 我聽妳們講的都感動 對啊 感動欸 真的就是覺得很鎮定彼此